對啊 我要怎麼稱呼你啊 英文的是 Daniel Daniel嘛 然後中文也是Daniel嘛 好 我要看 我先看 我突然沒有被錄音過 我也不知道 我要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是想說 我是想說如果你就像 因為你可能就說 發卡什麼的 那就是Q&A 就因為大部分都是Q&A 大概什麼時候就有問題 我就會看起來 我會跟他回答什麼 然後就回答 然後隨興發揮 但是你怎麼都沒有給我 我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講 我不知道他會做筆記的人 結果那個筆記寫得很好 等一下 筆記就這樣 好 我們就回答這兩個問題 好 我先從第一個問題開始 我們今天請到Daniel來幫我們解釋一個專科 你可以先跟我解釋你是哪一個專科嗎 我是做那個Vision Therapy 視覺治療師 視覺治療師 Vision Therapy 然後他有抬頭嗎 如果我上網查的話 找得到就是這個TITLE的 上網的話 最大的網站 上網的organization的話 是COVD.org 那這個是你可以查到附近所有的那個 你的專門做這個醫生 還有這個是做什麼的 COVD.org 所以就可以找到說哪一個眼科醫師他們有在做 對 專門在做這個的 哪一種眼科治療 這種視覺治療是專門就是做 基本上 雖然說是視覺治療 但是它不是針對你的眼睛 它是針對你的大腦 控制你的身體的部分去做治療 所以基本上是你想任何有關控制你身體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做 OK 任何有控制 對不起 Technical difficulty 就是錄音沒有錄進去 螢幕有在錄 但是還好我們先錄中文的 看得到你的手走 所以是有人的 不是只有我自己 OK OK 第二問題是說 你們是做哪一種治療 治療哪一種病人 我治療的對象的話 像是車禍腦受損 或者是自閉兒 或者是用鹽不當 還有就是近視度數加升過高 過快 然後呢 這些我都有在看 然後還有 我曾經在專門在做的是 在OC那邊 Lazy Eye Center 專門做 手術後的那個微調 就是 雷射手術後 你還會有一點點的度數 那通常大部分的病人不會再做第二次 因為 畢竟傷害的是眼睛 那他們要做的是 通常是 就是 利用大腦 然後去彌補稍微 那個些微的度數 那個手術後的微調 好 我們這邊 就是 稍微暫停一下 因為他剛剛突然丟了很多東西 我也跟不上 我們這邊開始 然後第三指 因為畫面只有我嘛 反正我自己會切 就是 剛剛第一題 剛剛你是OCVD嗎 CovD.org 上面有介紹 介紹那個 Certified Vision Therapist Certified Vision Therapist 對 然後你說 如果是醫生的話 他會寫是 他是Follower Follower 對 CovD Follower 好 你剛剛有提到 第三個問題 然後 剛剛Daniel提到很多種 患者你們都有看 然後我們先從小孩子的group 好了 小孩子比較常見 是哪一類的 Learning Disability 自閉症 就是 Kids with Autism 我們不叫他 那個 Autism Symptoms 我們叫 Kids with Autism 因為他們是 Autism Autism 但是是說 他們 他們有 對這個 世界的 那個 跟我們 不太一樣 所以呢 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讓他們用不同的方式 去 這個世界 不是 Autism是自閉症 那你們 Vision 怎麼去訓練 跟自閉有相關 因為 你的那個 你 對這個世界的感知 差不多 百分之 七八十 都是透過了眼睛 就像你閉上眼睛 你這個世界 就感覺 對來講 是不一樣的 就在一個 夢境 對 自閉症的話也是一樣 那就是他 看這個世界 跟我們看這個世界 雖然同樣是 同樣的影像 到你的大腦 但是他看到的東西 會跟我們看到的東西 會跟我們看到的東西 感覺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就是說 怎麼 怎麼改變他 看這個世界的方式 然後呢 進而幫助他 跟我們去溝通 因為自閉症的話 不是說 他們 有 那個 真的有自閉症 他們自力上有障礙 不是 是他們沒有辦法 跟我們溝通 所以讓我們覺得說 他們有一種自閉症 這問題還蠻抽象的 對 所以就是 那你跟他怎麼溝通 我們 我跟他溝通 就跟一般人溝通是一樣 這我們改善他 跟我們溝通的方式 所以這個跟Vision 有什麼關係 我們是透過視覺 我在做視覺治療師 但是雖然說 title 上面是有視覺 但是我雖然 我實際上治療的部分 是大腦的部分 是透過視覺去治療他的大腦 他如何用他的大腦去控制他的身體 而不是去改變他的視覺 所以這個專科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一般的醫生 我們medical doctor 或者是我們中醫師 或者是calpractor 我們在看的病人裡面 有時候 就像一開始有提到 車禍可能受傷受到影響之後 可能需要一些腦部的 受損的地方 去重新去修復跟訓練他 那肌肉也會重新訓練 所以在Vision這個部分的話 不只有就是看的話 也有感知的部分 我們的認知是說 大腦的那個腦神經 腦視神經有三個 有十個Cranial nerve裡面呢 就有四個跟眼睛有相關的 然後其中有三個呢 他們是主要是Muscle 就是說眼睛看左右啊上下啊 或者是斜視就是看旁邊 或是集中看中間的功能 那其中有一個是Sensory Optic Nerve 那他就是在看感感受 可能看到眼光啊 然後或是對光反應這樣 那我們的認知都是在眼睛 就是以這個 這個部分而已 可能我們對眼科了解 只有到這裡 就是說看到了世界 能夠看可以動眼睛 然後你現在跟我們說的是說 還有更深的一層是眼睛 聯絡到大腦 會跟其他大腦各個部位的 像是Auto-Core Integration 像是你看到東西 假如我們今天把聲音抽掉 對不對 那你只有畫面的話對不對 那你這個世界也會變得稍微不同 對你來講會稍微的不一樣 那這就是我們說的那個 其他的Sensory Integration 像是你的視覺怎麼跟觸覺 視覺怎麼跟聽覺 視覺怎麼跟像是味覺 來做聯繫 像香味 所以有Research就會說到說 聞到什麼味道 你可能就想到外婆煮的 某到食物這樣子的意思 對所以我是透過視覺 去還有跟其他的 其他的感知的能力 然後去做結合 然後重新做訓練你的大腦的部分 那我們做的就是 怎麼樣給你一個環境 去訓練你的大腦 主要是透過視覺 但是呢通常會加上一些 Integration像是 Auditory啊 或者是 觸覺 對 所以你們會有一些 就是一些 玩具或是一些 圖像去教學小孩 我們最常用的 像是鋼琴 鋼琴 學音樂人都知道 Metron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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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解拍器 Metronaut 解拍器 然後去做 去做聽覺上面的結合 除此之外的話 Metronaut 還會給你 就是 時間 時間上面的感知 所以 Time and Space 透過 Vision Therapy 去了解 從大腦去了解 你現在的時間空間 你的 Spatial Awareness 然後跟你的 其他 Sensory 的 OK 好 所以這剛剛小孩子 最多的是 Autism Autism 還有 Learning Disability Learning Disability 像是 像是你 小孩子會 有時候 Reading的時候 Skip a line 他們有時候 Reading他們會 他們的 視覺沒辦法 很完美的 停在一條線上 無法專心嗎 算ADD這種 對對對 會有些 沒有就是 有些小孩就是會 這個樣子 他就是只看到一行 他的 Muscle就是沒有辦法 很Smooth的從左邊到右邊 或是從右邊到左邊 還是就停在那裡 他就會 Jump 就是上三下下 我們英文稱那個是 Ziz 那個什麼 Astigma Zigma 什麼東西的 Astigma A-S-D-I-G-M-A 是嗎 不是吧 OK 所以眼睛閃動 不是這個東西 對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是 像是 Reading Comprehensive 就是說 他有些 你知道嗎 很多小孩子 為什麼功課他同樣的東西 他要看兩遍 看三遍他才知道 因為他第一次讀進去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 get the whole idea 那個 不記得 整個大方向的那個picture 他沒有辦法create recreate 透過文字去recreate那個畫面 所以我們還會有什麼 像是visualization的training 就是把文字 同樣的文字 或者是 轉換成picture 的這種訓練 所以大概在幾歲的時候 或是什麼樣的症狀 這樣家長會發現 小孩子需要來看這科 所以通常我們都很 就是希望就是 大部分的家長 就是有買眼科保險 這樣的話 你小孩就是大概從 三四歲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做 Annual 的那個 Annual Exam 因為 就算 就算你沒有保險 你也應該要從小 就開始有這個習慣 就是做 Annual Exam 就像你 你車子一樣嘛 你車子 過一段時間 定時的Jorge保一樣 不管你是 嗯 是照Mailage 還是照時間 你都會有一個那個行程 那我們通常都是盡量 建議我們的病人是 Annual 那通常從小開始 大概兩三歲就可以 兩三歲就可以了 那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我們如果提早發現的話 對不對 我就可以提早跟你講說 怎麼樣去做治療 嗯 那雖然說是 嗯 跟你講說越早越好 但是我最大的病人 大概到五六十歲 我都有看過 就是 五六十歲的病人 都有這種需求 所以有沒有可能 所以剛剛講的 都是小孩子 或是青少年 有沒有人就是 像中年你剛剛也有提到 特殊治療 像例如LASIK 做完就是眼科 雷射治療之後 可能你眼睛跟大腦 還在適應新的度數 你需要重新訓練 那時候會找 Vision Therapist 那大人還會有什麼 就是長大之後 才出現的症狀呢 嗯 有些症狀不是說 他長大以後才出現 是他一直都有 但是呢 我們人的大腦在 年輕的時候 比較活躍 比較有力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去 overcome很多 嗯 difficulty 但是呢 當你老了以後 你身體沒有辦法 那個 這麼的 這麼的 Efficient的時候呢 你就會 有一些症狀 你原本就有的 會慢慢的浮現出來 OK 例如呢 例如就是 像是 Multitask OK 你之前 你年輕的時候 可能比較可以 就是 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 當你老的時候 例如在說的事情 都比較累的時候 你就Multitasking 的Skill就會變低 因為你 同樣的事情 你可能要花兩倍的力氣 才有辦法去做 嗯 那當 當你到那個年紀的時候 例如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 這個 我沒有辦法 同時做這麼多事情 還有就是 像是 Reading的那個 嗯 像我剛才說的那個 會Skill the line 對不對 你年輕的時候 你大腦的控制 對身體的控制能力 比較強 那它有辦法就是 雖然說你有這個問題 但是它可以Overcome 它可以強迫你的眼睛 哦 Follow the straight line 但是當你到那個 年紀的時候 你沒辦法 大腦沒有那麼 Efficient的控制能力的時候 對不對 他就會 你的身體就會 自己想 他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所以它是症狀外 會不會說 譬如說他正在讀一本書 然後就是 好像同一句 看了好幾次 然後一直沒有讀進去 欸 剛剛看了什麼 對 那個就是 Reading Comprehensive 你雖然說 你的眼睛看到那個影像 但是你的大腦沒有接受那個訊息 嗯哼 所以就是 完全 比如說我Go over 結果我腦袋還是沒有那個畫面 然後還是不知道 剛剛那一段畫的書再寫什麼 看好幾遍這樣子 對 所以這是大人比較常會遇到的 那一個療程 就是從開始到最 到真的有看到明顯的改變 是大概要多久 我的話 我通常 我們的療程是 最少是三個 三個月期 就是一個星期一次 那 基本上的話 我通常跟我病人講說 我的療程 你通常 大概要到第四個星期 你才會感覺到 你有什麼不一樣 對 但是呢 就是 不一樣是指說 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可以感覺到 哪裡有些 稍微的不同 但是呢 基本上 我的療程是 你一個星期來一次 那我給你 不同的活動 回去做 就像是 Pirate Tutoring一樣 然後有Homework的 對 是有Homework的 那我跟我的病人講是說 那你要到 就是這個 Homework是說 不是說 你做一個小時 三十分鐘 或者是幾分鐘就算了 而是說你要看得到 你那天 有什麼不一樣的改變 就說 我有什麼樣的進步 所以你基本上 應該是每天可以看到你的進步 但是不一定可以 apply到你的 everyday life ok 但是呢 到第四個月的時候 你應該能夠 基本上 因為 你每一天都有進步的話 你到第一 第一個月 第四個 第四個 appointment 結束以後 你基本上能夠感覺到 你的 everyday life start to change 對 ok 所以你 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 車禍的患者 也很容易有這種問題 我最常遇到車禍患者 他很容易就是 我們講到了 concussion syndrome 就是 就是 腦震盪 他可能就是 車禍過後 然後隔天 就是還是會有一種 明顯就是 噁心有噁吐啊 不舒服這些症狀 或者是 頭暈啊 暈眩等等 但也會有一些 就是視覺上的模糊啊 或是blurry vision 或者是說 他可能就是 無法記得一些事情 就是 也是跟他的vision 會有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在 問診的時候 你就是受傷之後 有沒有眼睛 看不清楚啊 視線模糊啊 或者是胃光啊 所以你們也會遇到 這類的患者嗎 後來像我 曾經做過一個case是 患者年輕 大概才 十九歲左右 他說大概從十五歲 就開始看到十九歲 那他原本是沒有 就是正常的patient 就是 常常來annual exam 直到他十九歲那一年 他出了一次車禍 對 然後呢 他有一半 那車禍還蠻嚴重的 那他就是有一半的那個 身體就是 有點就是不適 就是他對那一半的身體 控制能力就變得特別的弱 那是車禍腦送損以後 那我做的是 我們大概花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然後呢 讓他重新rebuild 他的那個 那個 對他身體的控制能力 尤其是那一半邊 然後呢 再花三個月的時間 去 去rebuild 他的那個bilateral movement 就是 我們把 我們把他那一邊rebuild了以後 怎麼樣讓他配合 另外一邊的身體 然後做一些bilateral的東西 像是左手跟右手 或是左眼跟右眼這種 對 就是說我們 像我們caro fire 在看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看他兩邊的 muscle 有沒有 平衡 比如說他手舉起來到這裡 然後這隻手舉起來到這裡 可是在他的視覺 可能覺得是一樣的 這時候我們就是要去 不是只有在視覺 是在他大腦的認知上面 對對對 就是一樣的 但是呢 我們旁邊 在外面看的時候 旁邊看的時候就會發現 很明顯的不同 但是呢 他就算他看到了 對不對 他的大腦裡面的認知也是 噢 這就是一樣 對 所以從我們 我們caro fire 在看患者 我們就是他 他覺得他這樣是OK 可是我們在做治療的時候 如果不是他的 muscle 問題是腦神經的問題 那就是要建議去看 vision therapist 因為他們會去幫他訓練說 如何運用他的大腦跟眼睛的連結 慢慢的訓練讓他恢復到一般人 就是舉起來這樣子是一樣的 這樣子 重新改變他的認知 對對對 就是他看 從回到原點 看世界的方式這樣子 那有沒有遇過就是那種眼睛其實是已經 半失明的 半失明的 那就是說他 either是後天或是先天的那種盲 的話 那那個就是去看 MD 不是看我 那就是看 medical doctor 的眼科 對對對 medical doctor 是 所以你們會不會說 你們自己比較像是那種眼睛的 physical therapist 類似這個角色 類似這個角色 OK 就是 MD 的話對不對 那個 orthomagist 對不對 是做 怎麼講 病理上面的 那我們比較像是功能型的 功能型的話就是說 我是看你的眼睛的 function 是不是都是正常 就是可不可以往上 可不可以往下 可不可以往左 可不可以focus in 這種 function 那 MD 的話就只是說 欸 你的這些結構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對 OK 是不是結構阻礙你去做這些控制 像是說 muscle 有受損 對 或是什麼的 那我們的話是 OK muscle 這些都沒有問題 那你是不是你的大腦去控制這些 眼睛的這個功能有沒有受損 所以我們會講 以我 Calipatri 的步驟 在看這種病人的時候 第一就是看他 muscle 他沒有問題 他都可以舉起來 就是度一百度 我們去抬他 他都沒有問題 所以他肌肉沒有受傷 他的神經呢 從頭到腦也沒有受傷 也沒有麻 或是其他的任何的症狀 可是呢 如果他今天我們回到他的 MD doctor 他也檢查了 發現說 欸他的 nerve test也都正常 就是他 function wise 他的 不是 physically 他的那個結構等等都很正常 可是呢 他就是這個功能失調 就是失去他這個功能了 那這時候就是找 vision therapist 去幫忙 重新訓練 他們恢復這個功能 因為他的 nerve沒有 damage 他就是只是不會使用他 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就是他有復原的可能性 只是說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幫忙去訓練他 對 OK 那今天謝謝 Daniel幫我們解釋這個特別的專科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上網看那個 ocovd.org 去了解看看就是這個專科 跟有看這個特別therapist 合作的眼科醫生 跟檢驗室 驗光師 對不對 OK 對因為美國還有MD的眼科 還有就是做開刀手術的醫生 也有分驗光師的眼科醫師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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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means you see and then you recognize and then you do it that's a typical SLP for visual processing and what we can do is we can actually make it a lot more efficient so that whole thing will be done we can actually get it trained so that your brain actually recognizes a lot faster and then do it faster we haven't started yet I know we have practiced you know I will be very difficult I will ask every question and then I will be able to do it anything with brain and their body we can do ok so that was a testing on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dulthood I'm going to do this and then I'm going to do it I choose the story you guys are so busy since the doctor is now how to do it I'm going to do it I'm going to do i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do it I don't know you did everything I did I still do it I don't know Okay 真的 不做事 不做事